議長跟新郎跟各位議員上午來到安南區 擔心阿嬤的家來作為問 這十七歲但阿嬤因為年紀大到最悲痛 他現在在這會後生又因為肺腺來 需要來治療因此生活比較緊張困難 議長就希望說各個可以到三天 新的世界一直發生 阿嬤八十歲了 還在青十年級 還在康復當中 那一個兒子已經不幸了 還在往生 另外就是因為肺腺癌 長期在治療 家境陷入非常的健困當中 當然是因為特別的家的關懷 議長跟新郎表述說 當阿嬤年紀大原本應該是來這片孫的這個意志 但是現在不單是白天的地心 就為了中感的好生來歡樂 甚至和生活出現的問題 讓人是真不敢 議會剛才是寄進的為問金字 我來保證英雄 也希望會到達多的民眾和愛心社團 可以對大嬤存出的完成 我們區公所和社會局 也希望能把最大力量在法定的 可以幫助的範圍內 盡量的協助 開伏人家 讓他們能度過自治的難關 讓社會跟安相 大家的關心 讓他們擺到社會上流行暖 在對大嬤的困境 社會協助是說 中學組織請到紀念救助 來做到索困 當時每下民甘主委 提供了基加教育 給無價營養品的補充點 南天新聞來一下 大人採訪報道